我想藍軍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團結 所以給羅志強一個機會 就是給國民黨團結一個機會 我想這段時間以來 心裡真的是飽受非常多的壓力 很多的掙扎 很多的煎熬 因為畢竟我代替深耕20多年的時間 長期在這個地方為大家服務 那麼面對每天有這麼多的支持 這麼多的鼓勵 這麼多的愛護 我真的很不忍心讓我的支持者失望 但是在考量大局之下 我還是決定說把小我先放一放 那麼因為我們知道這一次呢 國民黨的選舉 以及我們台灣的未來 最關鍵的就是在2024年 我們必須要拿回藍軍的執政 必須要能夠政黨輪替 換黨執政 我們的下一代才有機會不要上戰場 我們的百姓才有機會能夠安居樂業 能夠過上一點好日子 能夠不要再擔心恐懼當中 所以呢 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大前提 這樣子的一個大局之下 我還是要很抱歉的跟大家說 我心已決定不參與我們這一次國民黨 這個大安區立委的初選了 那麼我考量的原因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那也有幾個層次 那首先呢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在藍軍一定要拿回執政 政黨一定要輪替的這個前提之下 大家知道羅志強有空軍走私利這樣子的美誼 在藍軍當中他是少數擁有非常強的空軍戰力 唯一能夠跟民黨來抗衡的政治人物 這樣子的戰將 所以呢 在這一當中不能夠沒有羅志強 那大家也看到呢 他不但在這些方面 為藍軍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同時呢 在上一次的這個桃園市長的選舉當中 雖然呢 他沒有辦法獲得初選的機會 民調的機會 但是他最後呢 還是非常努力的 來幫忙張山正來復選 然後全力的幫忙他 我們也成功的拿回了桃園市的執政權 讓張山正能夠順利的當選市長 我覺得這是戰功 也是我很敬佩他的地方 那所以呢 在眼前的這一戰 我們必須要讓羅志強呢 能夠先有一個職務 先有一個舞台 讓他能夠有所發揮 讓藍兵在2024的這一戰當中 不能夠沒有這個羅志強空戰的 這樣子的一個奧元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覺得站在一個大局的立場 我們需要這個羅志強 一起幫忙打贏2024這樣子的選戰 所以呢 我們眼前必須 能夠讓他先有一個職務 一個舞台 那同時間呢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羅志強也只是一個人 他也有養家活口的壓力 他也要養兒育女 也有來自家子的壓力 所以在總統的考量之下呢 我覺得我還是決定 自己不參選 然後呢 來跟他合作 協助他的參選 希望能夠一起打下盛戰 那麼第二點呢 就是我希望能夠讓外界覺得 國民黨不是只會內鬥 即便不是在家庭下的狀況之下 我們也可以協調整合 我們也可以團結合作 一致套口對外 這是我希望 藉由這次的這個合作 這樣子的互補 能夠給外界的印象 國民黨不是只會內鬥 也可以協調整合團結 那麼第三點呢 我身為一個資深的台北市議員 大家知道我們的蔣萬市長 在去年好不容易 才能夠奪下我們首都的執政權 能夠重回藍天 拿回我們首都台北的執政 那麼面對民眾 因應對我們台北市政會 來發展的期待 那議會就扮演非常重要關鍵的角色 你想要推行的政策等等的 如果在議會當中 沒有辦法來推進 如果預算沒有辦法通過 那麼所有的市政的破壞 可能就會白費 所以議會的這個把關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在議會當中 也必須要有這個 能夠府會和諧 然後呢 閒熟這個府會 閒熟議事運作的資深議員 能夠來幫忙蔣萬安 來穩住議會 然後呢 讓議會跟府會之間 能夠運作得很順利 然後能夠穩住這個議會 這邊的這個作業 所以呢 身為一個這個比較資深的議員 我覺得還是需要這樣子的一股穩定的力量 能夠在議會當中幫助蔣萬安 那麼再來呢 就是有關大家比較擔心的 就是我講話比較直白一點 大家叫我俠女嘛 個性比較直 講話比較直來直往一點 在我過去呢 這個 地方上 當然就是說 對羅斯強 有很稱讚的 有很支持的 但是當然也有一些 不同的聲音 那麼我也很直白地 開始他在訪我的時候呢 我就跟他吐槽這樣 哈哈哈 但是呢 後來後來 媽媽發覺 除了他的這個 陳欣很感動我之外 那麼 我也看到他 這段時間 歷經了很多的挫折之後 既然選擇 回到達恩區這個選區來 好 那麼既然他做了這樣的決定 就是得背選一戰 好 這一戰呢 就關係到他 未來的政治生涯 還能不能夠延續 好 那麼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這個 雖然說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好 那我也直接跟他做了反應 那但是我看到他有所改變 好 那麼 他很願意到家身段 好 從早上六點多就可以送車 好 然後一整天 深入基層 這樣子跑行程 好 然後也願意 來這個 跟基層大家來 來互動 放下身段等等的 我在他身上 看到了改變 那麼同時呢 他也承諾我 他這一屆立委 一定會好好的來做 那有關大家所擔心的說 啊 那會不會羅志強 到時候找不到人 地方上沒有人做事 沒有人服務 好 我想這也是他找我的原因 因為我們兩個剛好可以互補 那藉我長期在地方服務的 這樣子的一些經驗等等的 所以不管中央 地方或者是地方的服務 未來找到心儀就等於找到志強 找到志強就等於找到心儀 藉由我們這樣子的這個 強心聯手 強心戰力 那一起共同來為大家服務 所以未來呢 有任何需要做事服務的地方 找到心儀就等於找到志強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未來會沒有人做事沒有人服務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強心戰力 強心聯手 也希望不但是為我們的民眾 大家共同攜手聯手來服務 同時呢也希望藉由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這樣子的一個努力的一個團結 對外的一個奮戰的精神 能夠共同為我們打下2024的勝仗 然後呢共同為我們的百姓 為我們的國家來謀福利 那我想希望藉由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能夠為我們的百姓 為我們的國家 助力爭 強 心 爭 謝謝